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雪豆 感谢卡普空的邀请 集合网收到了生化为一次重置版的一段全新Gameplay影像 在这段Gameplay中,首次出现了一些未公开的游戏系统 我将会在本段视频中为大家进行简单的介绍以及猜想 欢迎大家与我一起收看 本作的小刀是一个变化非常大的要素 玩家在打开木桶时可以直接用体术来踹开 不必再使用小刀进行攻击了 面对敌人时攻击不同的部位 也可以创造出使用体术的时间 这里展示了小刀的新要素 在敌人攻击的瞬间 按下LE按键可以瞬间划解掉敌人的攻击 但在我们对制作人的采访中可以得知 这种反弹攻击的系统会消耗掉一定的小刀耐久槽 这里看起来好像是新的场景和新的谜题 当玩家攻略到一定进度的时候 可以在场景中发现这样的名为委托书的支线任务 完成任务后 玩家可以获得一定的宝石奖励 目前还不知道这一系统会对主线剧情造成什么影响 在这里 敌人丢出去的燃烧瓶能够反作用到敌人身上 而小刀的反弹攻击 更是展现了它能够反弹敌人投掷道具的功能 在局势混乱的战斗中 这一系统想必会为玩家提供不少的便利 这一段中我们终于见到了我们的老朋友 武器商人 玩家可以在这里进行武器的购买 改造售卖以及以物换钱的操作 在售卖的菜单中 我们可以看到合成配方 以及提升箱的容量上限等选项 玩家可以针对火力 弹药装填 商店速度和开货速度等维度 对武器进行改造 改造需要消耗金币 但值得注意的是 金币上方还有两个像是货币的图标 我推测可能是跟进阶改造 或是购买稀有物品有关吧 在前作中将面具与宝石进行合成 从而提高售价的系统在本作中依旧存在 玩家可以对宝石进行自由的更换以及拆卸 宝石所提升的售价可以在左下方进行确认 当王冠镶嵌了三个不同颜色的宝石时 还会有售价的加成 玩家可以自行考虑宝石的搭配 以便对大化提升收益 在打字基础 玩家可以进行装备的存取 在本次的Gameplay视频中 首次展现了自定义武器箱的要素 玩家可以更换武器箱的颜色和挂饰 颜色与挂饰都能够对某个属性进行加成 例如视频中黑色箱子可以提升资源的掉落 鸡的挂饰可以提升鸡蛋的恢复量等等 在正式流程中 应该还会有许多自定义的内容 等待着玩家们的发现吧 这一段展示了之前制度人所提到的潜行系统 冷静下 在这里 玩家通过投掷闪光弹 对敌人造成特定状态的硬直 此时可以选择普通体数 或是消耗小刀耐久度 两种攻击模式 在对制作人的采访中我们得知 这两种体数所造成的伤害会有所区别 玩家可以根据小刀的耐久度自行斟酌 小刀的耐久度 则可以在武器伤人数进行恢复 虽然本作中的Ashley没有了血条的限制 但仍然会遭到敌人的袭击 也会有倒地不起的危机情况 这需要玩家及时进行救援 或是根据情况 使用指令来让Ashley远离自己 Ashley! 你疼吗? 不,我没事 OK,没事 没问题 没问题 你开玩眼神 快看 有机会 看 能上 平时 율 有机会 在哪里 谁会 可以 我最高的欢迎 到我的墙 先生 Kennedy 谁在这儿 你 我 我 请我 叫我 Ramon 让我 让我直到 我希望你 你把女儿 给我 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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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如果这种可能性 这里里昂使用的武器 为本罗中新加入的十字弩 十字弩可以装填不同的弹药 造成不同的杀伤效果 这里装填的是可以爆炸的弩箭 另外根据之前的采访我们可以得知 游戏中还存在着 能够在潜行中暗杀敌人的无声弩箭 这里的小刀反弹 不但可以化解敌人的攻击 还可以给敌人造成硬直 创造出有力的进攻机会 在对铁爪的boss战中 我们可以看到 玩家可以同时携带多把小刀 好 对克劳萨的战斗 则是有了很大的改变 玩家可以与他来一场真正的刀战 这场战斗减少了复杂 并且能够直接致死的QTE设计 如何在有限的耐久度的范围内 运用小刀的反击取胜 将会是玩家顺利通关的关键所在 以上便是本次Gameplay的全部内容 游戏将于2023年3月24日正式发售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本作的消息 不妨来集合网 阅读我们对本作制作人的专访文章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